我們常常會遇到高尿酸或是痛風等情況 那高尿酸會引起生病變 我們痛風不可以 我們是要好好去證實他們的情況 我們先看 這次門診 有一天就來個零泉 零泉室 三個八位 他說他是在做生理 自己說他因為做生理比較不容易 所以飲食、生活、交際、因素都比較不正常 然後最近因為休會 我顯然說他有肌功能出問題 所以就來我們養肌便宜家庭學科 到中間來處理 那一陣他的肌功能是1.4 他的零泉室是10.6 那零泉室的正常是6以下 那6分間之後 他的問題比較小 我發現說 零泉室是10.7 他之前有六度有結晶 有六度有結晶 然後還有聽風的狀況 有結晶還有聽風的狀況 要怎麼處理 但是處理到很少不該理想 因為他之前陣燈時 他對很多種有問題 他有貴賓 而且因為有結晶的狀況 所以變成說 他吃到肉 他自己也會嚇到貴賓的狀況出現 然後 然後 藥室公廟又不好 所以 他想要幾乎沒吃 現在 覺得說很歡樂 藥室公廟有出問題 還有看到說 有 之前他有 留症 還有嚇風的狀況 所以我就進一步跟他安排 我做的超音波 這是我們超音波 然後 正常的是特首頂 是假首頂 這張 有問題的是 林先生是這張特首頂的 正常的藥室 這是藥室 藥室的外套 這叫做皮子 偶偶的這個地方 阿伯的這個地方 叫做水質 正常的藥室就是水質 然後我們來看 林先生的部分 你會看到說 水質 就是中間這個白白的地方 跟 旁邊黑黑的 這個中間交接的部分 有這麼多白白的 這這張一張 這就是 藥室的水質 才有發揚 還有 還有結晶的狀況 還在吃 應用到藥室 旁邊還會看到說 還有一些小水泡 就是發揚布 要做什麼 這樣 我們說到藥室的問題 一定會想說 是不是有 像我們台灣人 正三名的藥室問題 就是 藤溫 隔壁 還有蘇洋 蘇洋來入不明的藥室 這裏面的藥室問題 還有 這裏面的藥室問題 有 營養很大 我們 我們聽風 是說 我們現代人的文明病 那 為什麼聽風的藥室問題 跟我們背內的 隔壁層上的 高尿酸血症 是有關的 台灣人 十九歲以上 十五人 有隔壁層的狀況 22% 就是說 我們經常五個人 我們把點名 12345 裡面就有一個人 是這個狀況 就是留宣館 那 女生同胞 比較少一點 十個人 出現一個人 所以 其實 很多人 有一部分的問題 但是因為 都沒有症狀 人們不知道 這個狀況 我們聽說 我們 以前了解 說的 會生一顆一顆 鐵碰公司 當我們的 什麼 腳啊 還是手啊 管轄那 造成管轄有可能 會變形 會症 症的狀況 這張是 比較近 一開始的 這張是 你看看 這張變形 裡面還有一頭 而且已經出現 超過一個 這是強度的 這就是 很嚴重的 很多 很多 聽風 的 舊頭 都在管轄 吃 營養點 手 功能上 已經受到幾大損害了 正是 有時候 這個 還可以開 還可以 變得抗水造成 很快樂 但是 我們 大家都了解 聽風的 他們去管轄會 還是 油脂 其實 也想要影響 腎臟也是 枯足 為什麼 我們 瘤身管的 因為 油脂不好 主要 有三個原因 這個就是 我們 瘤身不太 成績 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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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 腎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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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 水質 因為 痛風引起 腎水質 病病 最好 變成 滿腎油脂 也可能 洗油脂 這 第二 因為 我們 我們瘤身有什麼 定人在行 定人在行 也會使用到一些 一生的 腎臟 腎臟 不是說 腎臟腎不太用 就是 如果你有需要的時候 第一期 腎臟腎 可以 很多人想說 我們感冒 還是想腎臟 有什麼人可以 吃一個麻糠 這是不容易 但是 我們當時 腎臟腎都定人在發作 像說 第二棒 定人在�emetery Esse人在 蝎臟腎 腎臟腎 腎臟腎 還有第三個 為什麼 今天進來 腎臟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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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 coup 血ez 腎臟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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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腎臟 이거를 腎臟腎 對,因為藥筍會有很多,甚至是急性症衰竭 所以藥筍會有多少藥筍會有這些原因 說到說藥筍會這樣藥筍會有多少處理呢? 首先我們在這個飲食控制的部分 飲食控制待會兒我們營養師會詳細介紹 我們飲食實際上要怎麼吃得到 首先我給大家提醒 我們要避免高不靈的食物 然後要盡量不要喝酒 還有不要吃那個玉米果糖的飲料 這種就是我們平常在吃飲料 然後不是有那個果糖嗎 就是透明液體那個 那個裡面會引起尿醬膏 適當補充牛奶是有幫忙的 不要吃醬油 吃醬油不要 肉身的代謝出問題 還有我們肉身在拿來去收下去 我們有注意到 再來就是我們白色出去 也會比較多 這樣才不會可以去拿來肉身相關 然後應用到它的治療 所以我們要加強我們的白色 肉身有這尺有 經由腎臟排泄 其他少部分是經由腸道跟 那個我們漢線 你白天或是喝水三千五百 是醫生 尤其說是對有結局的人 來說 他可以幫助 他有什麼白色 這是有好過的 再來呢 如果是說 已經做飲食運動 還有有特殊喝水 排行一下處理掉 還要降下來 就是我們做治療 把治療放這個下來 才能幫助我們的油脂 所以有主要有兩類的用藥 第一類就是 讓肉身形成較少 就是這一類的 它是減少體內尿酸 形成達到降尿酸的作用 比較怕的是 藥物會過敏 有的人拿一個 早上說這個狀況 不是說這個 特別的貴賓 是有的人拿一個 拿一個 是 增加排泄類的藥 這類的藥 因為肉身是尿液排出 所以就是 叫肉身 增加從尿液排出的 效果 所以如果有腎結石 不適合使用 因為我們 如果結石在那裡 我還一直排出 增加腎臟的濃度 它就容易再形成結石 會更不好 目前有一個新藥 二線的藥 它的 過敏的機率比較低一點 有腎結石的病人也可以用 所以 目前規範是 第二線的用藥 用藥的規定 這個藥叫做 伏筆痛 用藥規定包含了 之前 用過其他的治療效果不佳 尿酸超過6.0% 或者說 我們 藥肌的工程已經不好了 白色不好了 這樣就是使用這個藥 你的腎功能 小於45 或者是 雞肝酸大於1.5 所以公告 現在 對林先生 我們沒有辦法處理的 首先就是 我們給行李飲食控制 然後 但是因為 它有等級 尿入結石 還有 藥入過敏石 所以 原本的藥 它比較不適合用 所以 它腎功能已經下降了 藥劑功能比較不好 所以 藥生如果是結束管 會造成說 藥肌功 更好 然後 所以就是 對這部分 去做處理 第二 是 林先生 藥生館的人 常會合併高血糖 血壓 這位 嘉力科都會處理 這位 這位 這位處理 也當降低心血管疾病的紀律 所以經過門診 不過 但是 她的 過程是關小火 所以就跟她 請她說 如何吃 如何處理 我們運動 最後她就回復正常 主要就是 處理 我們的 藥生的問題 所以 我們 經過治療之後 我們的 林先生 也的 女兒生 會 10.6 下降到10.6 進步很多 她也不說 聽風 又反覆發作 她的聖風能 也維持 人家 所以 現在就繼續 在我們 在房間 繼續到底了 所以 最後就是 還有 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 痛風 我們不是說 吃太好了 陰氣的 不然 吃藥就好了 我們 當時 如果 留存館 會陰氣 藥肌的抹肥 所以 如果出現 疼風 藥肌抹肥的 狀況 一些狀況 你就要來 文靜找醫生 來做建議 看飲食 要如何吃 或要用藥 來處理 這是今天 的 謝謝大家 如果你有 藥酸的話 我們要怎麼從 藥室裡面去控制 才不會說 讓患者 他可能在 身體上面 因為有一些關節 因為他 藥室裡面 可能 尿酸射取不 射取過量 造成他體內 尿酸的量較高 好 那我們尿酸的話 通風一般 就是剛剛醫師有介紹過 可能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可能就是 我們尿液 體內 他的尿酸的排泄 受到阻礙 再來一個的話 就是 我們身體裡面 尿酸它的生成過多 主要是這兩個因素 然後造成說 過多的一些尿酸 也成績在我們的血液 或是組織中 尤其像關節處 就會造成一些痛風食 然後引起疼痛 那我們尿酸的話 其實在我們食物裡面的話 它主要是從普林分解而來的 那普林的來源的話 主要是來自於兩個部分 一個是來自於食物裡面 它的普林含量 那哪些食物它的普林含量 會比較高 一般是像內臟類 魚肉類還有 培養一些乾豆類 還有一些蛋白質的食物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可能就是來自於 我們體內自行合成 那合成的部分 其實它也是從飲食裡面來的 你的蛋白質 攝取過量的時候 在我們體內 它就會去再去製造尿酸 所以我們飲食控制的目的的話 其實通風的病人的話 我們如果說它的尿酸質還是很高的話 可能還是要去就醫 那靠藥物來幫助它尿酸的排泄 那減輕它血液裡面尿酸的含量 那我們飲食的部分的話 是一個輔助的 可以讓它不影響它正常的營養素的攝取 那盡量我們是去減少它食物裡面 普林的含量 那接下來有一些飲食原則 這邊把它分成急性期的飲食 FA急性期 就是它這個患者 他可能知道說 他本身有尿酸痛風的問題 那他平常可能尿酸質沒有那麼高 沒有去造成他肢體上面關節 有一些臨酸疼痛的症狀的時候 他怎麼去保養 那第一的話 我們就是要請他維持理想的體重 那大家可以回去算一下 就是說用22乘以他身高公尺的平方乘兩次 去估算一下他目前的體會 是不是屬於一個標準的範圍 那如果說他超過我們的理想 建議的體重的話 超過10%的話 已經算過重了 我們會建議他慢慢減輕他的體重 那因為我們也知道說 肥胖其實已經是很多慢性病的一個源頭 那我們會建議他減重 可是因為這個患者他本身有尿酸的話 我們不希望說他減得太快 那他速度 反而其實就是照我們一般的飲食控制 每天少個500卡 他每個月體重減輕大概1、2公斤 其實就可以了 有時候他反而快速的去減重的話 因為我們身體減重還是有一些 我們的肌肉 肌肉它也是一個蛋白質的成分 他快速減重的過程 我們的那個體蛋白 肌肉分解的話 也是會去造成說 所以我們會建議說他減重的話 可能速度其實也不用太快 那他在急性發病期的話 其實就不太建議他在這個時期減重了 可能會加重他一些不適的症狀 再來的話就是要避免攝取過多的蛋白質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有第二個原因就是 他的飲食裡面可能就是吃的蛋白質過量 就是說我們現在吃太餓 你的飲食裡面會不會是每天都是大魚大肉這樣吃 那如果是的話 我們建議說他去控制他的蛋白質 就是每天的話 以他的每公斤體重 理想體重1公斤的蛋白質來做一個控制 那飲食裡面你的來源的話 我們剛剛講過 我們食物裡面 我們會去注意說他的普林的含量 等一下後面最後也會有一個表格 其實我們已經就是 有去分析出來說 我們食物裡面他的普林含量分析大概是怎樣 那他非急性期的話 我們會建議說他平常保養的話 就是要去減少普林膏的食物第三組後面會介紹 那第三組裡面的食物 大部分都是一些肉湯肉汁 或者是濃湯雞精這一類的食物 所以像肉湯的話 如果說他的飲食習慣 外面像八色粉 他會淋一些肉汁的話 其實就不建議 那湯的部分的話 現在夏天還好 冬天的話 大部分你都會吃火鍋 那你可能在外面吃 可能沒吃完 沒帶回去還好 如果說家裡自己煮的話 可能這一餐沒煮完 你會一直滾 一直滾 那可能就是你本來裡面 沒吃完的肉汁 肉蛋白質在裡面 湯汁就會一直滾 會讓他裡面的普林 不斷的釋放出來 如果你又去喝那個湯的話 其實他普林海面就蠻高的 那再來的話 一些黃豆還有一些豆腐 豆乾黃豆的製品 他的普林含量比較高的話 其實因為他裡面 蛋白質普林的種類不太一樣 跟我們一般講的魚肉 他裡面蛋白質普林不太一樣 所以如果說有通風病人的話 他在非急性期的話 其實他還是可以去摄取一些黃豆蛋白 你只是不要說去吃整顆的黃豆 他可能普林含量會比較高 那如果說你平常沒有發作 或者說你的尿酸都控制得還不錯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去適量吃一些 豆腐、豆干、豆漿這些 當作你蛋白質的來源 那每天的喝水量至少要2000cc以上 那可以幫助我們尿酸的排泄 因為我們剛剛講說你的尿酸痛風引起 有可能就是一個排泄不足去造成的 那再來的話可以防止腎結石的產生 那在烹調用油的方面的話 油盡量不要攝取過量 那油品盡量是選擇植物油 那油炸類這些比較會吸油的 或是說容易造成你飲食裡面 油脂攝取過量的這些高脂肪的飲食 盡量要去控制 因為你脂肪攝取過量 其實它很會抑制我們尿酸的排泄 然後就會容易存積在我們體內這樣子 那喝酒的部分 剛剛也有提到要避免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它在我們體內會代謝產生乳酸 那其實它會跟尿酸去做一個競爭排泄 那就會造成我們尿酸的排泄會減少 那可能就會引起你突風的發作 那第八點它這邊提到就是一些可可咖啡茶的話 其實它的代謝產物不像酒 會堆積在我們的組織裡面 而且我們知道說像這一類的食物裡面 它其實都含有一些咖啡 其實你喝了之後多少會有些利尿的效果 那所以就是說你可以適量的攝取這些 茶或者是咖啡 它其實可以幫助我們一些尿液的排泄 加速尿酸的排泄 可是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你在喝這些飲品的時候 裡面不要再去加糖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外面買茶 你可能就是買無糖的 不然外面的泡沫紅茶店 它可能就是加我們剛剛提到一些高果糖膠 那這樣子它就會造成我們體內的尿酸合成會增加 那我們這邊提到的糖就是薄糖 那第二個如果說病人它現在是急性巴坐的時候 我們就是盡量採用第一組 就是普林含量比較低的 那蛋白質的話盡量以牛奶 雞蛋 或乳酪這些蛋白質來源 那如果說它在巴坐起來真的痛到說 讓它影響它的食慾吃不下的時候 你可能也是要去注意說 可能適時的給它一些含糖類的一些液體的補充 不要說完全都不吃 因為它在飢餓的狀況下 我們身體的一些組織 肌肉還是一樣會分解 那可能對它一些急性起通風發作 不一定是比較好的 那剛剛一直提到說我們普林含量的分組 這個表格的話就是分成三組 那我上面大概有標示一下 那紅色的話一樣就是一般比較不建議吃的 那這邊的話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都是以食物裡面每100公克 我們去看它的普林含量 那第三組的話 同樣的重量它的普林含量就是 150到1000毫克 是第一組的好幾十倍了 所以平常的話我們會介意說 盡量你可以攝取第一組的 尤其你已經在急性發作期的話 第三組的食物盡量去避免 我剛剛講過的 你不要去吃整顆的黃豆 或者說有人他會去吃一些黃豆發芽的 那個也盡量補藥 那一些內臟類 剛剛有提到一些雞肝這些豬腸 肝臟內臟類它的普林含量也是非常的高 然後是屬於第三組的 那平常的話 剛剛如果說一直在急性發作期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一些乳製品 牛奶當作一蛋白質的來源 那它在分類上面的話 其實還是以那個食物六大類去做分類 你的飲食控制還是要以一個均衡飲食為基礎 然後再來的話 你就是控制你的食物選擇 所以一般如果說病人 他因為有尿酸痛風來做飲食為俏的話 其實我們都會給他這個表格 那上面會幫他把第三組特別打叉叉 MAK起來 我剛剛講說 你這一類食物盡量不要去攝取 那海產類的話 像海鮮、海德皮 這個含量是非常低的 所以如果說你在急性發吐期的話 這個是可以吃的 那魚類的話大家可以看到說 其實第三組的魚很多 可是我們其實魚的話 蛋白質它在品質上面 其實又是比什麼肉好 那病人他不可能說 我親眼有尿酸痛風 那我就都不吃魚了 那魚的種類很多 一般我會跟病人講說 你從這裡面去找 找有你平常可能會吃的 或者說你們家裡比較常買 常吃的魚類你把它圈起來去做注意就好了 給我每個魚都去寄 那蔬菜類的話 其實大部分都是OK的 只是說你要去注意說 像一些豆苗、黃豆芽、蘆筍、甘芝、菜、香菇 或者是說一些菇類的 你在急性發作期的話 就盡量避免去使用 那水果的話就很OK 都沒有問題 你平常都可以去攝取 那其他類就是剛剛提到 肉質、雞精、酵膜粉 這些可能平常也要去注意 盡量不要去攝取 那這邊水果的話 其實它的蒲苓含量 食物本身裡面 它是沒有含蒲苓 或者說它的含量是非常的低的 可是這邊要提醒一下 因為尿酸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你果塔 攝取過量的話 會造成我們體內尿酸的 合成量去增加 所以如果說它平常的飲食習慣 會喝果汁 其實果汁 天然的水果裡面也是有果糖 如果說它的天然食物的水果 攝取過量的話 也要考慮說 它的食物來源裡面 新鮮水果裡面 它的果糖會不會也是攝取過量 造成它尿酸的一個因素 這個部分也要稍微去方便做一下評估 所以這樣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尿酸的那個